品牌就像是一個人的名字 然後像一個人的外表一樣 有了這個響亮的名字 跟一個亮麗的外表 可以讓別人更容易記得你 那就像品牌一樣 對於企業而言呢 就是企業的一個識別 企業對消費者溝通的每一個管道 一個很清楚具體 成像在消費者眼中的一個形象 所以品牌打造 對企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對於巨大機械而言呢 因為巨大已經是一個 有40多年歷史的品牌 所以在過去的歷史過程當中 有許多不管是因為歷史的關係 因為通路的關係 因為產品發展的關係 有種種的所面臨到很多的困難 跟很多的包袱 那如何塑造一個更年輕 更有活力的品牌 是我們在這次的品牌 再造過程當中所面臨到最大的挑戰 那在溝通的過程當中呢 很重要一點就是如何讓內部 從上到下 所有內部的員工都能夠有志一同地 認同這個品牌再造的過程 而且共同參與品牌再造的過程 這是我認為在這整個專案當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是我們所面臨到最大的一個挑戰 參與這次品牌計劃的收穫 首先我們要感謝經濟部工業局品牌辦公室 對於這一次品牌計劃的支持 透過這次品牌計劃的這個專案呢 協助巨大以及捷安特品牌 能夠與時俱進 以一個更有活力 更充滿熱情的品牌與所有的消費者見面 那這是我們在品牌當中最大的收穫 這是對外的部分 對內的部分呢 我們也透過了這次品牌的計劃 重新的審視在過去我們歷史所累積的 種種的困難點跟包袱跟挑戰 我們希望利用這次計劃 重新的檢視我們整個品牌的一個架構 跟品牌對外溝通的一個訊息 那也利用這次計劃 能夠進行更進一步的提升跟改善 這是在參加這次計劃最大的收穫